Till the summer of love 嘿大家好,香芋 現在早上8點40 然後氣溫20度而已 那現在呢 我們要先去這個俄羅斯教堂 OK,好,Let's go 那我們在他的餐廳 外面發現一個有趣的是 沒錯,他們的椅子都非常的高 為了應付他們的身高 然後他們的椅子都設計得非常高 不過對我來說呢 我坐上去就有一點困難 這個椅子到我的腰呢 OK,那我們繼續前往這俄羅斯教堂吧 那在我身後呢 就是一個裝置藝術 可以看到這個索菲亞這個城市呢 到處都是藝術啊 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人的頭 這應該也是一個地方上的名人吧 他把這個人頭叼得非常的特別 OK,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在他後面的那個 俄羅斯教堂啦 沒錯,我們又走來這個亞歷山大教堂啦 因為昨天是陰天 所以跟今天的顏色不一樣 今天是大晴天啦 所以這個教堂顯得格外壯觀 而且格外的漂亮呢 其實 今天昨天也很漂亮啦 兩邊都漂亮嘛 漂亮吧 這就是他們索菲亞的地標 也是他們當地人引以為傲的建築物 OK,那現在我們馬上前往俄羅斯教堂吧 那再來我們要去這個 蘇聯大教堂這個途中 發現了一處古蹟 這個呢其實是在1873年啦 他們有一個一場大革命 那當時的反抗分子呢 就躲在裡面 就是後來都有得救啦 所以呢 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景點 不過這個歷史是還蠻傷心的啦 對,然後這也是一個 蠻容易被忽略的一個景點吧 OK,那現在呢 我們立刻前往這個蘇聯大教堂吧 我們剛才已經參觀完這個俄羅斯教堂了 可惜的就是裡面不能拍照 所以呢就沒有影片啦 然後呢 我們剛好在裡面遇到他們的這個祈禱儀式 然後也有看到他們的神父在唱聖歌念經文 然後裡面整個場面 氣氛是非常的莊重以及嚴肅啊 所以呢不能拍照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吧 OK,那我們就前往我們的下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猶太教堂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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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我們已經到了我們的另外一個景點啦 在我身後的就是猶太教堂 那我現在就在這個教堂的後面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看看吧 Let's go 現在我們已經在這個猶太教堂裡面啦 那在這裡呢 他們有一個猶太教象征器的人 就是這個大衛星 你也可以在以色列的國旗上面看到這個大衛星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猶太教堂裡面啊 也是一樣非常的雄偉啊 不過呢 它沒有東正教來的那麼金碧輝煌 不過這邊也是裝飾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美觀 這邊上面有一個水晶燈 那在最上面呢也是一個大衛星的形狀 OK那現在呢我們就繼續參觀這個猶太教堂吧 那現在呢我們來到它的這個市場 然後呢這邊呢就是賣他們一些日常用品啊 或者是蔬菜水果那些的 那在這邊買紀念品呢 那在這邊買紀念品呢 也比在外面買來的便宜很多 OK那我們繼續來逛這個市場吧 在我身後這個呢就是這個索菲亞大教堂啦 那這個呢也是索菲亞一個著名的景點 那現在呢我們就進去參觀看看吧 在於這個予報道 兩點食器 的 我们已经在刚才参观完这个索菲亚大教堂了 那里面呢也是装饰了相当的华丽 就是一样有着东正教的这种味道 那跟刚才犹太教的教堂对比的话 这个差距是有点大 OK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立刻回饭店啦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饭店啦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准备要收拾行李 并且吃我们的午餐啦 对因为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这个索菲亚的机场 然后搭飞机前往这个杜拜转机 会在杜拜停五个小时吧 然后明天才会回到马来西亚 所以呢我就要先赶快吃午餐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就要把这么多事情做完 实在是有点困难啦 OK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做吧 我们现在又来到这个超迷你的机场索菲亚机场啦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立刻去他的出镜大厅啦 Let's go 那现在我们也train完啦 现在呢就要去保加利亚这个机场的这个后机室 去等候飞机的到来啦 原来索菲亚机场没有那么小啊 他还有一个电幅梯是去出镜大厅的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也会搭这个电幅梯去这个出镜大厅啦 也这也还蛮漂亮的嘛 虽然小不过还是装饰的蛮漂亮的 OK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出镜大厅啦 有点好的 就是把电厅在做出镜大厅 那是在对面穿过去的 韯力则 好 感受相当的 嗯 的 現在我們已經到杜拜了 那現在要從第二個機場轉到第三個機場 去搭這個Amerys 然後回去這個吉隆坡 今天也剛好是這個台宅節 所以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在排隊啊 OK 那我們就立刻前往第三機場吧 現在呢我們已經到這個杜拜的第二航廈啦 因為我們會在這個機場停留五個小時 然後才搭飛機回去馬來西亞 所以呢現在我們先去找我們可以休息的地方吧 現在我們已經在出境大廳啦 現在是半夜十二點 不過依舊那麼的熱鬧 而且出境大廳超級大有沒有 真的是超級大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在這個出境大廳逛逛啦 因為這邊有很多免稅店 說不定有我們中藝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去逛逛吧 那剛才呢我們已經吃了早飯 就是麥當勞 然後現在是早上兩點 現在呢我們要在機場繼續逛街 因為等一下要飛七個多小時才會到吉隆坡 所以呢我們要想辦法把自己弄勒一點 才可以在飛機上睡得熟一點 對就不會運氣啦 那我們繼續去逛逛吧 我們現在已經逛完街了 然後現在已經在候機室等那個飛機 那我們這次呢也是坐第二層 就是空中巴士Airbus的A380 沒錯 就是那個非常大台的飛機 好 先讓我休息一下 我快累死了 我們等一下再會囉 掰掰 因為我們是第二層的這個飛機嘛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在樓上 對了 我們就坐電梯來到上面的空橋 沒錯 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層的空橋 然後下面還有一堆人 對那個就是坐第一層的 那我們是坐第二層的 OK 那現在我們就進去這個第二層的飛機 飛機裡面吧 我們已經平安抵達馬來西亞啦 今天的vlog也是最後一集的vlog啦 OK啦 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最終的那裡也可以到我的FB粉專 還有IG去幫我按個讚 OK好 我是瑞琳湘瑞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 再等一個影片 我們下次見 分享影片 明明也是 我們下次見 可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